大家好,繼續回到下午的問答環節 記住,如果有事想問,Stanley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或是發電郵給我們 電郵 address 是 ask.bschannel.com 我們先聽電話,Stanley,王小姐,你好 嗨,你好 我想問,992怎樣看? 沒有貨的? 有,722 OK,722 OK,好,應該都是短線 922聯想集團暫時來講到7.25 聲音就是一線,有貨在7.25已入了 事實上聯想,大家都知道 本身以全球來計 聯想可以說是個人電腦市場上的份量是最大的 可以說已經到第一位 但問題是,盈利前景和第一沒有關係 第一,不代表一定是好的 但聯想本身的業務發展 其實在過去的這段時間 都仍然保持著一個 可以說是跑贏同業的增長 這也是導致到股價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有一個比較密切的關係 以及公司打一些比較新的市場 它都採取一個合作和拼購的形式 去打攻佔 譬如德國、日本這些市場 出來的成效其實都是OK的 所以這方面你可以說 聯想在一個個人電腦市場上 它做得是真的不錯 但問題是,這個市場本身 都可以面對著比較多的挑戰 首先你想想,一些掌上電腦 一些平板電腦、一些興起 也在某程度上 可能會影響了個人電腦的消耗情況 其次以聯想本身 其實它都在近年的時間 開始主打MIDH 一些互聯網有相關的業務 例如在平板電腦 或者是樂風 就是智能的電腦 智能的手機 當然你說在樂地方面的消耗情況 其實都是不弱的 但只不過打都知道 這兩個市場本身 都面對著一個很大的競爭 所以對於聯想未來前景的發展 都幾視乎這些產品 能不能夠為聯想達到一個比較可觀 或者能不能夠成為一個增長的引擎 所以暫時來的 聯想股價方面 似乎在大概7元以上的水平 似乎現在正在整固 因為看回之前的時間 由大概6.1這些位置 就是業績之後 其實你見到它的股價做得不錯 但似乎升上7.2這些位置 即是7.3、7.4之後 似乎它的股價有點而 開始叫做升勢 開始是防慢 特別是迫近前個位 7.5這個位置 其實阻力相對不太小 所以如果加定公眾 本身7.2左右有貨的話 暫時來的 我覺得不妨拿著貨先 但要適當 因為剛剛講到 7.5這個位置其實阻力比較大 所以假設看到它 一段時間突破不了 我反而覺得 你可能很考慮 叫Google先出去 但如果你說比較擔心的話 可能下面 先考慮大概 7元左右 就有一個指示位 黃小姐 好 還有其他問題 沒有 謝謝 先聽聽何小姐的電話 好 你好 你好 是 是 我想今早就入了個384 很高位 6.36入了 是 但這幾天一直看 看著它升上來 今早開始又升 我打算是短線 賺兩毫子 結果一入了之後 就回回了 嗯 好 回到幾多下 看看你們怎麼看呢 好 看看中國燃氣先 編號384 今天股價都幾波動 波幅來講 一日之間有4毫子 曾經創過52週高位 見過6.4 但低位是6元 4毫子波幅 暫時現價方面 去到6.1毫半 有貨了 剛剛就入了 怎麼分析好呢 其實中國燃氣本身 股價都很波動 不是今天 你看看之前的往績 基本上股價的走勢都比較反覆一點 當然你說在近人來算 為什麼股價呢 何小姐本身 你有沒有留意過 留意過這些股份一些 基本的消息 聽那些朋友給我說 要看到百元的 我打算 他四個多給我 我一直未 四個多入了之後 又是跌 然後我走了 走到之後 今天才又回到 為什麼我這樣問 因為最主要本身 公司在前幾天的時間 其實都沒有業績 業績其實是不差的 所以你說這段時間 為什麼股價會升上來 最主要也是 因為業績的因素有關 還有你看看市場上面 似乎這段時間 我想何時也知道 很多關於一些天然氣的板塊 其實都是行得不錯 股價走勢上 所以304本身 都可以說是受惠賭 而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但問題要小心一點 因為一來股價 回到之前四到兩這些位 升上來 基本上中間 沒辦法透過氣 你見到基本上沒有透過氣 一度是直線地衝上去 其二就是 其實RSI方面 其實之前的時間 曾經 最高的時間 還有90 即是有極度超賣的情況 所以股價開始有些調整 其實是不足其的 所以如果你說 基本面來計的話 始終一些的燃氣 和燃氣相關的板塊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 都是比較正面的 特別是中國燃氣 本身 在內地方面 那個消耗的情況 都相對比較理想 所以這個股份 我覺得可以做一個 中線小力的部署 但如果你說擔心的話 我也建議 如果你說之前比較高位追到貨 可能我心比較不定 的話 可能都先去 如果穿了下去的話 如果穿了下去的話 我建議一下 都不妨可能減遲部分 那我想 令你都安心一點 是啊 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不是減遲 穿六元的話 你先減遲部分 這樣 3333 可不可以拿電 我還有一個 409入的 一級嗎 是 3333 好 現價方面 4.05 暫時就下跌4線 之前都見到 銷售都不錯 是的 其實你看回恆大本身 我聽說 阿何少爺本身 可能你都比較喜歡 可能是見一些股份 可能升上來之後 想要追了一陣 是不是 就是這樣玩 去部署 那要不要拿字 或是指洩 這個 恆大 如果你看回 之前公司公佈出來的 一些數據 其實是好的 剛剛阿掌也說了 其實出來的數據 出來的資料數據 是不差的 但問題就是 始終股價 都是在昨天的時間 已經有一個比較大 一個上升的情況 當然 你說內房股本身 我覺得 這個情況 在未來的前景 我看法是 比較中性 中性偏好的 只要大前提 只要內地方面 不要加重去打壓的話 內房股 我覺得下這個表現 都會是不差的 所以恆大應該都可以受惠到 所以如果你有貨的話 其實可以先拿著 大事不過 如果你想買一隻 叫長渣的話 我建議恆大 又似乎 我不會首選 我都會選 例如608 109這些 會比較 但如果家庭館長 有貨的話 暫時建議 以3.8 作為一個指示位 上面的話 先以前高位 即4.4這個位 還有一個短期目標價 好 3.8指示4.4 就是常務空間 當時何小姐的電話 我們下一位 楊小姐 楊小姐你好 你好 兩位好 Stanley 我想請教你 大快活 和順耀光學 什麼位置入貨 好 52號大快活集團 這隻都沒有貨 問一下Stanley的意見 這隻是怎樣分析 我好奇 楊小姐 為何你想買一隻大快活 因為4日口取證 你聽說他要收息 是嗎 對 說真的收息都可以 因為他本身排得很慷慨 但只不過 餐飲業的前景 如果你要比較的話 當然現在有三隻比較 但如果你找他和大家樂比較的話 我覺得比較是貼切一點 還有脆化比較的話 似乎大家的檔次有些分別 所以我覺得 純耳和大家樂比較的話 其實我覺得質素上是好的 而且你看業績上面的話 其實他表現是不差 但問題是 現價來的 其實說真的 一來就已經是 由年初至今 升到不少 而且始終你見 它的股價似乎 在17.5這些位 其實阻力都相對力 相對力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買貨的話 我覺得不妨等等 你說 你落到 例如說 16元和16.5這些位 再考慮都未遲 因為這隻 這間公司大快活 其實你見到它的股價 都真的比較是 成交兩方面 其實不是 通常不是太多 所以反而 如果你想博收息的話 你都可以等下 看看這幾天的時間 有沒有機會 留下16.5這些位 你可以考慮一下 好 那兩個交易日之後 就會隨正 這隻 之後還想問 2382是嗎 楊小姐 好 這隻來講 現價方面 升6%那麼多 去到5.4 暫時就升3毫子 沒有貨的 這隻 尋與光學本身 說真的 今年來算是 大幅派人大肆的股份 因為本身 你可以說 他之前受惠一些 叫做自人手機 因為他做了一些 手機的鏡頭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你見到 它的股價 基本上真的 可以說是越升越有 甚至乎 之前公司曾經有個 配股的行動 但配完股之後 股價仍然都是 抽升上來 事實上 我看回他 這間公司 之前的時間 因為他比較好 每一個月 都要公佈連環的數據 即是一些 快樂人的鏡頭 或消息的數據 而事實上 都是叫做透明度 比較高 而且始終你見到 消息的情況 都是叫做得不錯 公司也是不斷積極 這樣 不斷研發一些 叫做 精密一點的鏡頭 所以前景方面 其實我覺得是OK 這隻是不錯的 但始不過 都是那句 始終這些價 其實迫近前高位 這些位 如果一旦去突破不了的話 即是5.48 如果有人去突破不了的話 有機會可能會有些調整 所以我覺得 如果想買 不妨等他 即是有機會 落到5元到這位 才考慮 但如果這隻 我覺得 直播程度 其實相對比較高 好 楊小姐 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 5元以下都可以購買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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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位家庭觀眾李小姐 李小姐 李小姐 暫時都在升五線 未買貨 不用太過擔心 而且始終 這股份 你看看圖 的而且確 走勢上 近這三個月 近這半年 其實真的嚴格上 不差 大家看到 圖表上面 有兩條線 它是保持著 在上升東路上 走上去 如果股價有機會 可能去到二十四個 之前這位 可能去到二十四個 我想這一轉的時間 可能這樣說 去到大概二十五元 這位其實應該真的差不多 就是說它升勢上面 雖然這個行業 其實是好的 特別是你說 這些系統 這些公司 本身受惠程度 是比較大 因為 大家都知道 我們會比較多 這些工程會做 對受惠程度比較大 但問題是說 這些位置 第一我真的不建議高追 我反而覺得 如果這次回到之後的時間 有機會 回落下去 大概二十三元 二十二個半 這個位置 到時升考到還未遲 所以如果現在 旁邊的觀眾本身 還未買貨的話 不妨等等先 不要太急 這個時間追進去 OK 李小姐好嗎 我二十三元 或者二十二個半 到時再想 現在這位置買 似乎是高了一點 是呀 我的朋友叫我現在買 我也不敢相信他 現在買 你說駁去一陣很短線 可能駁去二十五元 其實不出奇 但問題是 你看看現在二十四路半 到二十五元 那個直播空間 都是一兩個% 我覺得這位駁去 就似乎真的有點疑 風險比較大了 好 麻煩李小姐你的電話 也多謝Stanley的徐進分析 這一節的節目時間 就差不多了 我們要休息十分鐘 待會回來 就是全日總結的環節 另一位分析員 跟我們聊天 看看收市前的表現 行薪指數跌33點 報22,237點 成交金額到567億 而國企指數 升22點 報10,852點 其字方面要跌94點 報22,245點 暫時來講 就是持平 成交量方面有55,000多張 我們休息一會 Stanley也先做新報 剛剛談的股份你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謝謝你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是直播環節 不要走開了